公车离站沿路高速行驶 过程中还超过一台又一台的车 不过这门却迟迟没有关上 也让乘客吓坏了 就怕一不小心亮成意外 女子赶紧上前提醒驾驶 没想到却遭对方置之不理 但来听乘客怎么说 其实不管在行车停车或是过弯的时候 它的门都是开启的状态 就是过弯的时候我们都很怕 如果乘客被甩出去会有生命危险或什么的 事发就在7号晚间7点多 当时曾小姐搭乘公车前往101 没想到途中经过基隆路站牌时 司机却忘了关门 他前前后后开口提醒三次 还和司机提到是否需要打电话 看看是不是车辆故障 当下司机先是朝他横瞪一眼 接着转过头置之不理 也让车内不少乘客吓得不轻 对此新北市交通局调查发现 原来是油门感应器故障 但司机当下却没有察觉车门没关 相对业者一督导不周 开罚最高9万元罚缓 好在这回没有发生意外 否则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感谢观看